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岁便嫁给刘盈为妻 就算是在十五六岁就成亲的古代 也依然是早婚了 刘盈就算再荒唐淫荡 也不会对自己的外甥女下手 再说她也是十分疼爱张燕的 虽然迫于吕后的压力娶了张燕 但她并没有亵渎张燕的想法 整日与宫女男宠作乐 刘盈去世时张燕不过十五岁 年纪轻轻就说寡 成了皇太后 吕后也去世后 吕氏家族遭到了灭顶之灾 大多数人被杀绝 但因为张燕一直与乱政无关 所以便活了下来 后来汉文帝继位 搏击取代了张燕的皇太后之位 张燕也搬到了荒芜的北宫居住 孤单了十七年后 四十岁的张燕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张燕下葬前 为其净身的宫女发现 张燕居然还是处子之身 消息传遍全国 人们对张燕的遭遇心疼不已 民间将张燕称为花神 还为他修了一座花神庙 张燕的一生确实可怜 婚姻大事被全力操控 懵懂之妻 嫁给了自己的舅舅为妻 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也幸好张燕并没有介入这场争斗中 最后还算得了一个善终 不过如果张燕没有嫁给刘盈 而是嫁给另外的王孙贵族 想必定能幸福一生吧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